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午饭 午饭 刚刚睡了一觉 中午时间到午时间又再叫起床了 要再动一动 那这个时间呢 刚好是一个比较容易打磕睡的时间 如果说各位同学真的想睡的话 你叫亲生的睡 不要迷得到别人 但是我们这堂课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非常的重要 我们人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生而已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生 我们如果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得更好 大家有没有想到 让我们这一生活得更精彩 有没有想 有 那如果想要活得更精彩的话 那我们就要好好地来看看 我们这个人生要怎么走 虽然我们在座一位同学都是 国小四年级到幼年级 但是我们国小 接着马上就国中 国中了以后 马上就高中 时间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决定我们人生 我们这个人生 人一生的命运怎么走 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了 好 请问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今天出生的时候 你能决定是我要出生在哪个家吗 好像不行 因为我就剩下这个家了 现在吴老师就姓吴了 有没有办法姓陈 有没有办法姓名 没有办法 有没有说可以改的 不行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人生的命运 我们人生的命运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生下来以后 在这个家里面 是不是已经注定你的命运了 对不对 那你可不可以改 好像不能改 其实老师告诉你一个秘方 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各位同学你想不想听 想不想了解 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想不想听 想 想 那如果大家到了一天的话 那老师就告诉大家 这个秘方 如果他都不想听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下课 那既然大家都想的话 那老师这堂课 就要好好跟你们讲 其实呢 我们人有一个先天命 跟一个后天命 什么叫先天命 先天命 先天命就是说 我出生在这个家 是不是不能决定的 不能改变的 是我的前世 或是我的女士 因各种姻缘之下 所以我生在这个家 这个叫先天命 但是我们每个后天命 什么叫后天命 我生在这个家庭以后 我要改变我自己的以后 决定我未来 我要走了这个人 这个人生 就是我的命 所以 有一个 这个叫先天命 后面 后面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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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这个家庭里面 这个命就一直怎么样 已经决定了 但是 我们这个运 要靠我们自己 那这个命运 那这个命运 怎么能靠我自己呢 其实 我们人生这个命运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说 我们的人格 当我们讲到品格 决定的时候 我们人格 什么叫格 知道吗 就是我的一个做方 我的作为 就是我的一个人格 比如说 我们平常 你看到吗 各位同学 来这个 这个成长里的时候 是不是 看到老师 老师来上课 大家跟鞠躬 跟老师问好 他讲完课是 谢谢老师 是不是 像我们吃饱饭以后 就去跟主持 说谢谢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人格 我们会懂得 做这种感恩的事情 就是我们人格 那如果说 我们今天不懂得感恩的话 那也是我们人格 也是我们人格 那 你要做人 什么样的一个人格 完全看我们自己 这个叫格 就是一个极数 我们人要一个什么 极数 怎么样极数 听得到吗 你的极数也会比较高 你会比较好 这听得懂吗 我们极数听得懂吗 听不懂的举手 那听懂的举手 听不懂的也没有举手 听懂的也没有举手 那到底听不懂才听不懂 这点很重要 我们人格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极数 一个上跟下 不一样 这样听得懂吗 还是你不了解 这样听得懂吗 这听不懂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听这个主题 我们人格 就算是我们的一个给家这个公平 所以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好 非常好 非常的优良 有没有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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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一样是不是 好 比如说 有时候这个同学 叫做名字 郭又瑞 郭同学 你非常的好 这样好不好 不错嘛 但如果说 郭同学 你非常的优秀 非常优秀 又非常好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跟上一级 这是我们的极数 刚听懂吗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希望 人家称赞你的这个极数 是越来越好 有没有希望这样子 有 有 有的请举手 可以 你们不希望被称赞 走入果的 就 走入果是这么样的优秀吗 可以 好 放下 那有没有举手的呢 没有举手的事代表什么 还是听不懂老师讲的话 还是说 不希望被称赞 刚刚谁没有举手 你 有没有举手 有 你没有举手 是不是 你为什么没有举手 为什么 不知道 听不懂 不了解 好 同学叫什么名字 我看看 雅宁 是不是 如果说 雅宁同学 你的表现不太好 你听者会怎么样 会不高兴 是不是会不高兴 雅宁同学 你非常棒 你听者会不高兴 是不是高兴 对吗 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就是 我们做一个人的 一个什么 尊严 所以我们 我们人的最高的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的尊严 听懂吗 就是我们人的尊严 我们是让人家非常称赞的 会让人家彼此这个什么 大猛子 就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尊严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 一生下来的生命当中 能够有这个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人格 我们形成这个人格以后 我们的封的运就会来 我们的所有人界的好运和坏运 因为他有时机的时候 他就会怎么样 就会接上 所以我们这个人格非常重要 好 这样子要同学 了解这个人格了吧 因为我要 让大家了解说 我们这个人格怎么来 因为我们人格 最后是要决定我们这个命运的 所以我们人格来自于什么 知道吗 来自于我们的个性 我们人的个性 比如说 什么叫做个性呢 就是习惯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人的个性 常常是当中 有一个人公告说什么 我就喜欢这样子 比如说不是 不可以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我高兴就好了 有什么不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 不可以 是不是 那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个性啊 可是你们想到说 我们人这个个性 往往让我们造就法的一个性格 在哪些地方 所以我们往往都要保得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个性 是随着 我们心的喜好 这个 因为我们的心想要怎么样的喜好 所以随着我们的个性 那我们很心 随着我们的什么 欲望 什么欲望不知道啊 懂不懂 什么叫欲望 不该有的 就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 各位同学现在 我们都是幼小四五年级 六年级 请问 同学你身上 有 有手机的请举手 你 爸爸玩家有点点手机的 好 你有手机对 你有手机对 那我问你们 你们 你们为什么会有手机 是 你说看一下 那妈妈要走 不是 妈妈给你的 不是 那你怎么会有手机 好 好 好 这个 家里买的 不要多 叫你很QQ的 不然就给你用 各位同学 这个东西 手机 不是坏东西 但是 我们因为手机 现在很发达 这个智慧型的手机嘛 对 实际上在用 智慧型手机 很好用 对 但是 你们一定动 一天到晚就在玩游戏 那玩到这会怎么样 你的心都怎么样 都被一直在那 吸引住了 所以 你在做功课的时候 你就会心的 一直想说 我要玩那个游戏 要怎么样 你心就出在那 你 那你本身的 功课的时候 会不会专心 就不会专心了 对不对 那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欲望 就是我们的喜好 所以那造成我们的个性 所以 我们今天 要把我们的 人格、理格做好 就要养成我们 好像什么 个性 要有怎么样 随起大家的 我们今天将来一个 一个团队活动 你能不能说 个人是个英雄 不可以吧 各位同姐 是昨天看了自己 这部影片 都看过了吧 那你看到 那个 教练 告诉他的 队友说 我们这个八个队 没有个人是英雄 是不是 这一间的反对 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的一分子 这个是怎么样 把自己的 四号 自己个人的 四号的东西 怎么样 取消掉 你可不可以随我怎么样 喜欢拉 我就怎么拉 不可以 你用随着怎么样 团队的每一个人的 呼吸 韵律 去怎么样 去拉 是不是就成就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人 要懂得说 要 克制我们的欲望 克制我们的喜好 来成就我们的个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个性 我们个人 各自喜欢的时候 就会 有一个 有一个 独特的变道 那人格 作为怎么样 就不见解 这样才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人格 定出来的时候 是可以怎么样 适用到社会上的 每一个单位去 到每个地方 人家都会喜欢 所以 这个是 我们的特性 好 那 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特性 就是来自有的 叫什么 习性 就是惯性 我们很习惯 比如说我们同学 一坐下来 尤其我们女孩子 在坐的时候 脚不要翘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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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 老师有认识一位 骨科的老师 那骨科的医师 他很厉害 他今天跟你探紧的时候 你腰脚被动 脑被动的时候 他跟你简单 作为调整以外 你就好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人的骨骼 是关键的 如果你做了 这样一个 翘脚的动作的时候 你的骨骼 会歪掉 所以你骨骼 会掉的时候 你平常就有 习惯会这样子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是做在动作的时候 你的身体状况 就会不正常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人 如果有不舒服 有什么样的状况 往往都是因为 我们人的习惯不好 我们的惯性不好 所养成的 像说早上 老师不是带大家做座场吗 平常你们有没有 这个机会在座场 是不是没有 你们有没有 因为这几个月到 说这么原热的 假天没有电风扇的时候 有那个凉光 大概都没有机会 可是今天 早上是不是 各位同学 有改做到的 所以我们人 就是因为 会依赖外在这东西 那变成 怪奇奇怪 那好像说 今天这么热 没有火器 不行 没有电风扇 不行 我们要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不是连发明而来的吗 以前 比较早晚的 古代人类 有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啊 像老师的 上一代 那说哪有理气 没有理气 但我们现在在家里 是不是大家都有理气 对不对 好热 我们开始理气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三代没有理气 看出力量 不可以过 过得了 而且你看 把家庭养得很好啊 所以 大家知道 我们的习惯 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们不要养成不好的 习惯跟惯性 大家知道吗 那老师教各位同学 一个地方 如果说 你在时要上课 你认为这个老师 还说 我今天真的要把功课 很好 很简单的方式 你只要上课的时候 你用心听讲 用心听讲 不是认真听讲 用心听讲 什么叫用心听讲 你上课的时候 很专注 就像说 早上老师家里面的 那一种专注 你只要专注 没有想其他的 就用心去听的时候 然后你在 你的功课一定会好 如果你不专注的时候 你功课不会好 那老师讲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实习例子 像老师的女儿 他今天有男儿子 都弄出了 他在幅小的时候 他也很认真在读书 可是呢 他说他都没有试啊 怎么考试啊 都考不好 那吴老师就教他 一个方式 想练活 我说你只要练活 你心有专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不会的 你要练活 为什么 因为老师都教过 他不是不会 那其实呢 在做各位同学 老师也教过 夫妻会不会 其实会 你只要专注就好了 所以他 要去学校上课的时候 走个路 练活 把心静下来 上课的时候 跟自己讲 不会来做母学的时候 然后 老师的时候 他每次都会紧张 他教了练活 那在考试之前 就练活 把心静下来以后 才开始 再请答案 他发现 诶 这个庭开下去好像不会 他静下来以后 再慢慢看 他居然会了 所以呢 后来都 在学校都保持第一 看原本是 过后的 后来也都保持第一 看知道吗 他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 他 他的成绩可以上 新竹领装 可是他 不读 新竹领装 他的兴趣是 要读什么 室内设计 所以他读了什么 新竹高度的 室内设计之后 那 我的女儿跟我讲 原来 练活话 专心 可以怎么样 有这么大的功效 这样讲解吗 所以各位同学 要不要让你的功课更好 要不要让你的 这个学的东西 马上可以做到 那很简单一件事情 养成你良好的惯性 养成良好的习惯 听讲的时候 就是要用心听讲 那可是有时候 很想睡觉怎么办 那很简单 老师告诉各位同学 一直要做正常 老师对医学有点点的研究 中医医学有点研究 我们人这个 背后 这个叫做 任督二脉 知道吗 我们认督二脉 这边是认督二脉 这边是督二脉 这边是督二脉 他我们认督二脉 这个脉的气 你要让他正直的时候 他气才会通 你的精神就会有 如果说 你官拉或是说 躲裂或是说 躺着站直 那个知识不正的时候 那个气不会通 气不会通 你气不会通的时候 你精神就会有 你再了解吗 所以你气通的时候 你精神就来 你的聪明就怎样 就可以讲解 这个是很简单的地方 但最简单的地方 是要告诉各位同学 你要去怎么样 要去印证 那就是让你自己做了以后 才能做得到 所以呢 好了 习惯重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这个感受 我们两个习惯 非常重要 好 所以呢 这些习惯 就是我们来自于什么 我们的言行 我们的讲话 我们的作为 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言行 就是我们的行为 就是感受我们的习惯 好 所以你看咯 我们这些言行 它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能够讲话 要做这些事情 来自于什么 一个很重要的言行 来自于我们的信念 来自于什么 我们的思想 假设说 我告诉各位同学 比如说 这个字是什么字 谈 是不是大家都有认识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认识的 因为你知道了 我们的知识 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知识 形成我们的什么 观念跟想法 在讲什么 所以为什么你们讲得出来 是不是来自于你的思想 来自于你的观念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 各位同学 我们要吃饭前 是不是都有洗手 那为什么吃饭前要洗手 为什么 它是细菌 它是细菌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知识 我们了解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洗手动作以后 可以整 有好的卫生习惯 所以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什么 知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因为你有这个知识 你才去洗手 如果你有这个知识 的话 你的洗手 你要吃了 是不是 要吃了以后 是怎么样 很容易洗心看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思想 非常重要 我们的观念 非常重要 好 那老师讲得这么快 从我们的思想 这些东西 它影响到什么 我们的 所作所为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观念 影响我们的 所作所为 接着眼跟心 就是我们的行为 就是我们的行为 所以 你会做好的行为 跟不好的行为 是来自我们的 好的思想 跟不好的思想 好的思想 好的思想 就是我们做好的行为 比如说 诶 刚刚那个 行方步骤说 我们 怎么叫做 好人 怎么叫坏人 早上那个小老师讲 怎么叫好人跟坏人 做坏事情就是坏人 对不对 你做好事情就是好人 所以 你为什么会好 因为你有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观念 所以你就会做好的事情 所以你就要好的行为 对不对 好 那有这些人 你慢慢的 常讲好的话 好 做好事 存好心 这个慢慢的 你慢慢做的时候 是不是 这样做的时候 会产生你的惯性 好 像说 老师知道说 我们来一个同学说 这个饭很好吃 好 想叫爸爸回去 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吃 我们来一个同学 是我们来一个同学 好 饭很好吃 这两天的厨师 是不是饭很好吃 好 饭家座的老师 想要打包回去 给爸爸妈妈吃 这是我们来的同学 是你啊 是你是吗 好 我们给这个 你同学是吗 不是 那是郭同学 我们给郭同学 一个嗨的三项 真不错 这个就是什么 一个正面的思维 一个很好的观念 这什么观念 来自我们的孝顺 来自我们对我们父母亲的感恩 是不是 所以 有想到好的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天性 所以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那个思想 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的 原本的天性 我们 但不断的发挥 你自然而然 就会做这些好的行为 对事 所以 各位同学 这个 就是我们平常要保存的一个 一个心 好 好 所以 因为我们郭同学 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思想 所以 他们自然呢 就这个 就会讲真的话 对不对 是不是 但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那好的习惯 那好的习惯 以后 他会增加好的个性 但这个个性 就会形成我们一个 基本的一个 人的一个格调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好 这些方面 我们可以讲 这个 人格 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 命运 好 怎么来影响我们的命运 好 怎么来影响我们的命运 好 刚才前面的概念 大家都很清楚了 好 旁边三角的命运 这两个次 我们的命 已经生下来以后 不能决定 可是 我们如果来 掌握 我们的运 好 我们运作有好一根 跟外运 对不对 今天假装说 老师这样走出去的时候 跟我小心踩到这个果实 那你会有什么想法 啊 今天够帅 是不是 他运气好差哦 我怎么去踩到这个果实 有没有这样想法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踩到果实要怎么样 去买到的话 为什么 那他去的这事远 那才去买到的话 怎么会做 是不是 好 同时来运 你啊 好 同时运 你要说果来入果来入 好 这个就是不知道 我们的一个思想跟观念 我们一切 如果在那边的想法的话 不好的东西 它会变得好的 好 各位同学 有没有看到一个 那个广告片 那个 这个广告妹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有一个小孩子 在旁边 他买了一个冰淇淋 结果 就掉下去了 结果人家旁边 很多人过去的时候 没有理 对不对 可是后来有一个人来去怎么样 帮忙他 啊 啊 结果怎么样 结果原来是那个 缩解公司 就是要做这样的 他会怎么样 他去帮助人 啊 我这样搞的就是怎么样 你最优秀的人 对 有律师的广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碰到 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正面思维 正面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都是好运 你看啊 我们说 上天要给你好的东西 一定是让你怎么样 是整备好的人 才有这个怎么样 才有这个机运 这个运的什么 运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机会 知道吗 我们的机运 机运嘛 我们的机运 我们的运 就是我们的机会 那我们的机会 上天会不会给我们 所以你会看我们要不要 看我们要不要 那机运给谁 给准备好的人 假设说 各位同学 你今天学校考试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复习 你考试会考得好吗 当然考不好 对不对 你只要准备好 是不是会考得好 所以 考试考得好的人是怎么样 这些成绩是加在怎么样 这些有准备的人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道理 我们碰到的所有机会 一定是怎么样 是给你准备好的 那我们对人生的准备 就是准备好我们的 我们的思想跟观念 那老师来告诉我们 讲一个 真实人物的故事 在 那个 桃园 有这样一个什么 那个 十门 十门水户那陆境 有一个 那个 十一点餐厅 这四点餐厅 他不是素食餐厅 他是国裔餐厅 但是董事党呢 姓陈 叫陈慧琴 他从小呢 非常的辛苦 而且 刚才觉得这个 在我们国裔餐厅 就是来到台湾的时候 在民口二十年那时候 很辛苦 那 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呢 他真的一定要去当学徒 那学徒的时候 他很认真的做 结果后来 因为 因为他要的台湾之前 不是 就是 民口 他说 不是在 那个 我们在大陆的时候 日本 跟日本抗战 战乱的时候 后来人到台湾 那 结果因为在战乱的时间 他没有台湾之前 他自己当学徒 结果 因为战乱的时候 他的电 就被炸弹炸到了 炸到了就被你倒了 可是里面还有一些货物 那 他跟其他两个同事 老板叫他们三个人 说 你把这些货品 把这些货物 安到什么地方去办 结果他们三个人 其中那两个人 说 现在战乱世纪 所以 我就不管了 把那些东西怎么样 就帮我自己加回去 那只有 就表示 十月三天的同事来 陈先生 他就很老实的 按照老板讲的 把那些东西 很勤劳的 把那些东西搬到他自己的地方 因为这么战乱当中 这个老板 就会想闪失他 这个人见人了 他会想来老实 会想吃战 不会因为这个战乱的时候 就想要怎么样 贪这个东西 我家里过得很辛苦 把这东西搬回去 家里是一麦 他是不是 就变成自己的 他不会这样做 所以他很实在 也是因为这样子 他在那个面 当学主的时候 他的老板就很高进 就把他教他 怎么样做生意 他就学会了 那就学到了老板了 教他怎么做生意 那后来过来台湾的时候 就想要自己进行一个店面 结果他就去 叫做有店面要出租 他就去 去跟他出租下 结果他出租下来 结果他出租下来的时候 那个 那间店面的 公进的邻居 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来准设店面 这个店面很不好 他说怎么不好 他说店面经过了三四个老板 每一个老板都非常的有工夫 都很会经营的人 都会有自己的一所工夫 有的会做什么做什么的 可是都经营一下 那他就问他说 好 那个回币的问题 就问这个陈老板 那叫陈先生说 那你会什么 你知道这个陈老板 听到詹仁德问了以后 他怎么回答 你知道吗 你能不能猜得到 他说我什么都不会 他讲的句话 我只会这件事情 哥董人也正直过来记住喔 这个陈老板他讲的句话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这件事情 两个字 好 但是不是你这样 我说我只会吃苦 我什么都不会 结果 好 因为 通知到吃苦这两个字 他就慢慢的在经营的时候 他去 他开始在做这个吃的东西 如果去研究 这陈老板 因为他刚才在台湾的时候 很多都在建村嘛 那如果去研究 这陈老板 这陈老板 这个口味他们都会怎么 结果 后来他做这个早餐店 五餐店 这样子 结果居然 做到怎么样 人家都要排队了 你看 他是不是成功了 他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个店面是好几个老板 都做不起来的 但是 因为他很吃苦 他就是把吃 把它做下来 而且真的很用心 他知道我这样的用心喔 刚刚 老师通过客户也要读书要用心 这个心很专注 如果让客户 喜欢吃我的东西 用心很吃苦 他可能要把它做下来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就会做这样子以后 他慢慢的做 后来就进行什么 餐厅 现在一个 而且这个陈老板 他很厉害 他不但是做餐厅的生意 做很多的其他一些 一些生意 都一直不断的 都讲话了起来 所以他是成功的 所以各位同学 要的同学说 我们今天 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不要说 如果说 他今天 碰到时候 我要找一个 很好工程 我才能够来做好这个生意 那他有没有这机会吗 应该没有 他的机会 他的命令 不是他跟他决定的 是什么 是他自己决定的 决定在哪里 决定他自己的精神 决定他在思维 决定说 我可以吃苦 我只要认真 用心做 我就做成 这个就是怎么样 就是他的认真观 我懂得吃苦 用心做 他跟他讲一件事情说 我 难道 没有机会做我吗 他说 一定有 就是怎么样 在他的思维 我可以吃苦 那我们在座 各位同学 我们平常有什么事情 有点热 不要不累 像说 我们这两天的活动 不是 很多就是要团队 对不对 像 老师这一关 不是无可相传吗 你最后一个 要不要内心 前面的人 一气一气把船 船到最后一个 你那一天要不要赶 所以 除了四五六七以外 我们又要什么 要有耐心 对不对 要有非常的耐心 因为你有耐心 要等待的时候 你那个机会就会来 所以 各位同学 我们人的评格 都是从这些细节当中 去慢慢一点地去建立 那 我们这个机会 这个运动 如果说 我们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 好 来 告诉大家 我们的命运 会到晚 变成什么 知道吗 我们的命运到晚 变成什么 这是什么 运我的命 在看谁吗 我们的 我们人生 这一生的命 是靠我们自己怎么样 去掌握的 那如果说 我们 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吃苦 不懂得耐劳 不懂得用心 那我们的 运 就是上面在命 在运我们 如果懂得这些的话 我们的命 是怎么样 掌握在我们自己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 中华人上所讲的 我们人格 我们品格的建立 就在几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念 第一个 感恩 刚刚高同学 他懂的时候感恩到父母亲 就是感恩 基本的心 第二个 要吃苦 因为我懂得吃苦 所以我跟上天 让上天知道 我不认输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 是天地人的 最尊贵的 最尊敬的人 所以我们只要吃苦以后 上天就会帮助我们 上天就不会一弃我们 所以 我们的 真的一个状况 各位同学 我们的品格 我们人格 知道怎么来的吗 是不是这种事情 好 那因为 要让各位同学 能够更感受 这样子的 一个感恩的心 各位同学 有没有 曾经 听过一首歌 感恩的心 有 因为在感恩的心 在里面的歌识 的意境 跟老师讲的 这个东西很相像 所以要想说 请各位同学 来唱这首歌 那我们现在请 王秀宏老师 来跟各位同学 代唱这首歌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一定要 怎么样 坚持自己的心 要走过 我们的一些 所有的困难 他这困难 坚决在哪里 在我们的思想跟观念 我们要不要去面对他 要不要去 重够他 就靠我们自己 那 重点 我们有 我们有我们的爱与 对不对 那这个爱与包括 发了手里气 帮我们感恩 帮帮我们在问心 所以你看 不要忘记了 我们人生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要记得做我们自己 不要因为别人 讲说我们怎么样 我们 叫神会主流 要肯定我们自己 我们该做就是要做 不该做的时候 人家要不做 你就不要做 所以做我们自己 这一件事情 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事情 所以 呃 旁边要知道说 因为旁边 这个 做我自己 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 正面思维 什么叫正面思维 我们知道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原本就是有一个 重征的本心 那这个重征的本心 就是一个善良的本心 不要因为坏灾的环境 让我们的本心 本性怎么样 让它改变掉了 当我们改变了以后 我们的正面思维又不见了 就像老太讲的 我不管今天 我出去 问到什么事情 我都说 这个就是 我最好的运气 只要我好 什么都好 好 有机会可以让大家 看看 那个 其他的影片 比如说 三个傻瓜 在这部影片 那个男主角 他问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不想要跟同姐 那刚刚这部影片 有 有 他很厉害 那他怎么厉害 其实他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怎么样 正面思维 碰到的事情 什么都好 对 他最厉害的 对不对 可是 各位同学 你们看到最厉害的地方 在哪里 他正面思考 所有的事情 碰到的事情 都怎么样 都是好的事情 你看 他是不是救了 他的教授女儿 是那小孩子 对不对 他这个平台 他平台讲什么 一切不好 是不是 所以 各位同学 正面思考 这些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说 你不要像那个男主角 那么厉害 你就要学习他可能 正面思维 正面思考 所有的问题 这些事情都是好的 再了解吗 即使人家 对你不好 打你 你也要怎么样 再去做好事情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 因为有可能 你不小心 有种观念来讲 就是我在整个业力 可能我全世界拿了 这次就给他拿一包场 就没事了 这一切都很好的事情 是不是 那之后 我们今天来 就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又有功 谢谢多好 所以 一切多好 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 很正面思维 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本性 所以 各位同学 如果说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怎么样 懂得 要懂得怎么样 改变自己 为什么要改变自己 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人生的命运 才是我们的个性 才是我们的惯性 才是我们的惯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 让我们友好的一个个性 因为 我们自己会改变的以后 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创造自己 我们是不是自己创造的 我们父母亲生叫我们以后 我们未来的世界 都是自己创造的 是自己创造的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 改变自己 要创造自己 我们要自己怎么样 我们要自己怎么样 决定 自己 最后我们要决定自己 所以 各位同学 你要 命运还是运命 我们要避免我们自己的面对 对 所以 各位同学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还小 你们这个观念 慢慢变定了以后 你会发现 所以 原来一切都是在你自己 那 你看你要不要做自己 就是 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自弃 大家有报告啊 好 好 提升我们自己的自弃 好好地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 你的人生 不是 父母亲可以给你决定 不是老师可以给你决定 是要你自己才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让你的自己的命运在你自己的观念跟思想 所以 各位同学 你要 好好地让你自己的思维 一段的诚信 让你自己的内在的内心 告诉你自己 你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 你这样 有靠我让自己平静下来 让自己的内心 告诉你自己 你就可以真正的做了自己 那好不好 好 那老师那次 在那个 在那个时间 让各位前姐妹 能够 开座你自己 好 希望这个课 能够对各位同学 能够有什么帮助 好 那如果说 在我们人生 里面在各方面 有问题 各位同学 遇到状况 遇到困难 你可以回来自己工作 我们这边很多老师 很多人 都可以做你们的 部分 这样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等到这里 谢谢